民进党主席也是总统参选人的赖清德 发文表态会亲自出席20号的 环路渔民大游行表达支持 发文的时间点是18日傍晚6点45分 四个总统候选人都到最后一刻 都愿意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其实我们是非常开心 那我们也不担心所谓的犯正直话 主办方很乐见 只是民进党立院记者会 两天前是这么说的 如果是每一组的总统候选人 都去参加游行的话 反而会模糊焦点 绿营如此表态 同一天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就说会出席 不过巧合的是18日早上 民进党嘉义地方干部 纷纷说赖20日下午的 嘉义选举行程取消 民进党则解释那些都是 未拍板确定的行程 而到了下午5点半 游行主办方在媒体群组公布流程表 郭泰民 柯文哲 侯友宜都会到 此时郭侯还没正式宣布要去 而民进党代表这一栏目 仍写着秘书长徐立民 未见赖清德 一小时赖宣布参加游行 这背后转折 究竟为何 是否也考量到对手们都会到呢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考量 在他出访期间 真的很难跟他去确定说 哪一场活动 你要不要出席这个事情 这必须等到他下了飞机以后 比较有条件 然后能够跟他确认 只是蓝英也质疑 直至当自己要上些游行 难道是要让蔡总统难看吗 这有什么好打脸 蔡英文总统的 我觉得其实行安全的议题 现在大家看到是不分党派的支持 而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最新民调 问国人是否支持 民进党2024继续完全执政 不支持比支持多出1.6个百分点 达到46.1% 或许要逆转民意 绿营全党上下赶紧动起来 TVBS新闻众议论 刘婷婷在我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